祝你防疫平安 平安健康 这里面有两个快筛 还有一个酒精 等于要紧紧噴 贴心的提醒民众 要记得常喷酒精做好防疫 为了协助弱势居民 做好防疫工作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与内湖警友会主任 同时也是鸿鸣建设 董事长陈启鸿 捐赠防疫物资给弱势民众 首站就来到内湖区周梅里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一直发现在弱势的民众 他的防疫物资确实是不足的 譬如说中低收入 他口罩会一直重复使用 舍不得买酒精 然后现在又加上快筛 对他们的负担 也是一笔沉重的额外支出 虽然市政府每一户 有补助500元 可是他也知道快筛 可能是接下来两三个月 都要持续去做的 所以我们就媒合了 这个善心的企业家 然后他愿意捐赠给这个中低收入户 那周梅里是属于内湖 比较弱势的一个里 因为他过去是靠近这个垃圾的 焚化炉 掩埋场等等的 所以这边需要帮忙的人比较多 我们第一站就先从这个周梅里开始 我们之后还有继续再媒合一些 然后除了弱势的以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针对幼儿园 幼儿园的老师们 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根本没有打疫苗 现在5到11岁有打 可是5岁以下的还是没有打 所以幼稚园就变成老师很重要 里面的教职员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再继续 媒合更多快筛 送给这些幼儿园的教职员工 因为他们健康就是小朋友健康 第一个现在抢货也很难抢 那第二个我们正在统计需求 再跟教育局还有就是其他的理 去了解说到底需求量有多少 然后我们再来去媒合这样子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其实快筛技是每个人必备的 但是这个坦白讲 如果一般的家庭收入多了一笔支出 而且单价都不便宜 那其实会造成里面的负担 我想说因为都是住在内湖区 那看我们就是来周美里这边 是希望说让有需要的里面 那让他减轻他的负担 也可以让大家一样 就是随时的检测 那让这个疫情能稳定下来 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也希望说这个快筛技能价格再降低一点 这真的比便当还贵 市面上卖的比便当还贵 那这个是我觉得诉求最重要是这个 因为这个已经造成市民的负担了 那这个政府可能还没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市面上Seven卖一百八 那这个一百八是不用排队的 但是一百块要排队 其实问题点在于 这个一百块是没有税金的问题 那到市面上是否可以把那个一百八也免税 然后让他就是价格比较相近 大家就不用排队了 都买得到便宜的 因为真的是生活的负担 那在这里还是祝大家 每个里面身体健康 每个里都几百份几百份 还有学校 您大概总共捐出了多少 应该有三四千了 捐赠给周美里的快筛试剂与酒精 总共有两百五十份 将发送给里内低收入户 以及独居长者与瓜居弱势 里长邱立林感谢陈董事长 与游淑会议员的善心意举 关怀里内弱势民众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这次这个防疫关怀的活动 其实我们周美里 真的是很需要这样的资源 各位知道我们周美里 这是老旧社区 住了很多弱势的家庭 中低收入户 还有些独居的长辈 各位还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瓜居 我们社福中心主任 也是时时的关怀 那这有住了十几位长辈们 那他们都是很需要我们 随时来给他们帮忙 包括这次疫情 也有长辈确诊 那我们就要赶快给他准备快筛计 还有酒精 还有一些物资 那这些可能是政府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其实在我们基层上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资源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陈董 还有我们游淑会游议员 大力的协助能够帮助到我们领略的一些弱势的家庭 这次我真的在这里要大大感谢这两位贵人相助 让我们这一次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 防疫的工作做好 未来还盼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来协助我们周美里照顾我们更多的长者 谢谢 在这里也感谢陈董 谢谢游议员 谢谢 这次的捐赠 董事长还包括说周美里的邻里的志工 因为我们知道邻里志工 他都要去发送这个防疫的物资通知讯息 所以其实他们染疫的这个风险 也比我们正常的李明高 所以这次除了这个我们弱势的民众以外 还有这些为李服务的志工们 陈董事长也有捐赠 尽管疫情冲击你我生活 但企业善心人士携手名义代表 透过捐赠防疫物资 分享关怀 传递爱心 期盼在全民努力防疫之下 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